在這個重災案當中 外國的太平道竟然不愛法變成岩礁 主導維交的結果 抄襲的維度動不慢 要求政府有實質作為 我們跟普通李台會說 太平道是你古著的計劃 而你無聲的重災案 官方普也說 扮演的進行政權 而我做法不會改變 何順主也說 我加強服務 也說其他國家 你會簽到太平道學位的作用 我們進入將幾條教授 太平道變作太平 只要人去邪惡 你會關心 不因為公民的欺負 他會受到沖泰影響 頂頂月亮白髮禮 發派是問負太快 你會要求他的順處 我要去作為 菲律賓這個案子 在七月昨天 自己操作泰影響 你會策略 說法人 還有意見 你又你認為 下一次 其他的周遭國家 會不會原理 向仲裁法院提出一些主張 那當然其他的國家 是不是再有訴訟的過程 當然不能夠排除 但是昨天的判例 我想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其他國家 似乎他會有援引的效果 我認為 有可能 因為今年搶財 我們順壞台灣的理解 美國的出賣台灣的理解 和要求我們遵守搶財 外國部會表示 萬一不是什麼搶財結果 麥克風繼續下去 李文英偉面對國際搶財 但結果政府認為用國籍有堅持性的方式來營運 就像固有涼土之外 國外有作為 還要面對複雜的南華的情緒 沒有要加強 情報的消息 觀察核數的變化 希望能夠期待穩定發展 剛剛新聞 陳永俊 台北報導